今天是2024年6月1号 今天我准备走路去中国人超市海风 然后我帮朋友买一点新嗓子和这个 什么新嗓子还有什么 我吵这个记性不记得了 等一会打电话再问一问 我再买两种药 然后现在我就往前走 看那个小哥在那里跳 一边走一边跳 今天天气不错适合走路 那我就往前走 走一边跳 不要再走 去 倒死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走路到海风应该不是很远 刚刚好我要走路嘛 每天运动要走一万步 看看CT6星期天的车还有一点多的 这就是维拉的街景 维拉街头的景色 这边的皮卡车后边都可以坐人的 这个国家是允许皮卡车后边坐人 好像我们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皮卡车 有这辆车已经很不错了 我前边这个驴是新西兰的 新西兰的大使馆应该是 这边是新西兰的大使馆 今天刚才还说天气不错 现在突然出太阳了 但是现在是王头阿图的冬天 天气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凉爽的 晚上根本不用开空调 现在风扇都不用开 晚上还要盖两床毯子 不然天气还是有点凉的 可能二十四五度吧 那这太阳出来以后还是比较大的 有点热 这是私宅 一个酒店 这是什么酒店 叫美景酒店 好 继续往前走 这是空置的房子 不行 我要把伞打开了 看这边的景色多美 这边是无敌海景 那边是海景 无敌海景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铁板 铁板牛肉的一个停车场 下边是无敌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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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有很多人在这里吃 这边是无敌海景 这边是无敌海景 哈喽 这是冰海景 冰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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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也不错 还有泰国的SPA 泰国的SPA 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马努安图 首都维拉 看这边以皮卡车为主 皮卡车多一点 要不日产的皮卡车 或者是 丰田的皮卡车 因为路很烂 确实很烂 这个国家这路修完来 修来修去 修一段时间又坏 修一段时间又坏 根本就没办法 你让小车底盘低的 根本没办法在这里开 底盘早就拖烂了 哎呀 看一看瓦努阿图 这是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这是等于一条内路吧 城市里边的一条内路不是主路 看来都是这种SUV 好了继续往前走 好了现在我们走到主公路了 沿着这条公路直接可以到机场方向 也可以到环岛路的方向 上面呢就是这个 一个香港老板开的中国人餐厅 海景酒店 很聪明的当地的人很喜欢在这里这个地方吃饭 这些店铺就没人开了 这是主公路 主公路 给大家看一看 那边就是海 这边是通往机场和环岛路方向 上边就是海景酒店 出品怎么说呢 在这里来讲啊 这是很好的中餐馆了 没有第二家可以有这个水平的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肠胃和舌头来讲呢 还真的不行啊 国内任何一个大排档 可能都好过这里的出品 左手边哈喽 左手边有些小孩子们去玩啊 哈喽 上面的烧什么烧纸箱子吧 因为他这些的纸皮没办法处理 没有人回收 所以这些纸箱子呢 全不是烧掉的 现在下点小雨 还挺舒服走路 很快就到这个中国人的餐厅 中国人的这个商店了 叫海风吗 这个对面就是中国人的海风商店 好 现在我过来帮朋友买金嗓子 百中朝鲜 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商店 卖的全是中国商品 在南泰 瓦努瓦图这个地方 能买到中国商品都已经算高端的产品了 因为我们这里什么都有 品质也OK 你看砂锅 网东的砂锅 气灶 垃圾桶 煮饭的大小 什么都有 还有这种纸巾 这种纸巾是品质比较好的 很多地方的纸巾 在这一桶就破的 这个就是捣过的 只有这中国人的纸巾品质还是OK的 还有鱼网 什么都有 有没有西瓜 蒜 金嗓子 海宝 榨菜 酱料 什么都有 海鲜的 面条 有 原来是中国能买到的 这里就能买到 这就是海风超市 OK 你看去煮饭的炉灶 好了 我要走回去了 这边后边就是无敌海景啊 现在风比较大 很舒服 走路干有点热 今天没有准备到户外走 但是昨天朋友说让我去帮他买西瓜霜和金嗓子豪片 这两盒六十几块我 和人民币六十几块我 对啊 没办法 岛国能买到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全是中国人用的 等于没出国一样 hello 这小哥哥 yeah 他们都很友好的 跟你打招呼 那边无敌海景 看到我的影子没有 太阳多大 岛国是这样的 不出太阳什么都好 一出太阳非常的热 还好有点海风在吹着 要没风的话更热 这个主公路旁边呢 还是有一些人行道在 人行道可以走的 有些小路根本没有人行道 hello 哎呀 跟他打招呼 他不理我 看哪边的海景 星期六这些车还是公路上的车还是比较繁忙的 大家都是 可能去玩吧 有些教会的过教会的节目没有教会的呢就是Family Day 家庭日嘛 星期六星期天 好 继继续走 继续往前边走 这边还是比较阴凉一点 人家穿着徒步鞋 没有穿拖腿 没有穿拖腿 拖鞋 因为这点时间呢 每天都要运动 这是一个小上坡 小上坡 有点喘 再给大家看一看 再给大家看一看 露露脸 这里 小上坡 看他们建的房子全是铁皮 铁顶的 铁皮顶的房子 那种房子多漂亮 蓝色的边 铁瓦 这也是个酒店 MG Sky Hotel 可能用中国人买的地 全是好的地方 全是中国人买走了 我想一般的游客 不会往这边走的 这边是民居 这边是公路 这边也是民宅 院子里在种了 应该是什么树啊 橘子树吧 不是橘子 就是炙 这还有个小上坡 他们的垃圾全放在外边 然后用黄色的垃圾袋 这些收垃圾才会定期来收 如果你用其他颜色的 收垃圾都不会收的 因为这个黄色垃圾袋呢 他们会和政府去计件数 一件多少钱多少钱 这个国家呢 当时推崇那个禁塑塑料袋 全部用紙的 然后这个国家全部用这种黄色的塑料袋来收垃圾 如果不是这种黄色的塑料袋 没人收的 所以当时他一限塑以后呢 限制这个塑料袋 提上环保 马上就执行了 执行的力度还挺大 所以这个国家国民呢 还是比较遵守这个规则的 所以你看不到其他颜色的塑料袋子 全是那种 哎呀我是不是走错了 我是不是走错了 哦没有错 没有错 没有错 你看人家这一家家小房子的平房 然后有一块大块的草皮 在国内就是说这是别墅了 真的是走错了 应该走那边那条路 但是我现在走这条路也可以 从这里下来 再往那边走 这个地形 上来的路和下来 下去的路完全不同的 哦这是网球中心呢 那里好像是一个足球场 那里好像是一个足球场 你看刚才这个东西 我说是质 像那个柚子一样的东西 不一定 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当地我家一种水谷 垃圾 垃圾就放在这边 每家每户外边都有一个垃圾 持 冬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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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家的小院 好了 走到这里 就走到我上次吃越南门粉的地方 上次我已经做了一些视频 这是闷粉的地方 越南粉 就这么一个小地方 生意还可以 固定的一些客人 经常吃粉的也难受 偶尔吃一下闷粉的 喝一下汤粉的 花六十几块钱 喝一碗汤粉还是很不错的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Hello 这还有点人听到 还不错 城里边就是好一点 这里是一个租车的地方 这个听说也是中国老板 后边的地也是他的 这栋房子也是这个老板的 并不是又有 contained 在地方的耳术 又觉得更不错 像道路蜗 紧着 的人 过来 就是一个小的Cron Royal 是个小的餐馆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 是不是总统府 反正是个政府部门 现在的旅行中 是什么都行 咱们一路 摩托 比赛 还要是吗 鱼 今天是不够的 avant啦 她在哪 3000人 不撞 我知道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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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o No 谢谢 Hello Thank you 哦 刚才他们吃的那个小小的东西我在市场上看到过 原来就是这个树上面结的果子 这是一个 什么太阳能一算 不是这是一个小的 哦这是卖太阳能的 又下点小雨了 哎呀下点小雨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希望那个小伙伴们都给我点赞关注 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拍更多的视频给你们看 好了再见 拜拜